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昨天出了一条片 跟大家说有些不知是旅行团还是自发的人士 因为被人骂,他说那条片段庄取而 他说全部人带黄色的帽子 就不等于是一定旅行团 可能他们整班几十个人 全部都是朋友自发性 一齐带黄色的帽子 下次他们喜欢可以一齐带绿色的帽子 来澳门坐巴士都可以 OK,没问题 你说他们是朋友就朋友 但我亦收到有网友的报料 他说见到我昨天出了个旅行团 搭本地巴士去关集的片 他说他自己昨天一早都有遇到 或有吓到 他说他自己在昨天一早8点半 香港就经港珠澳回来 上了101X 本来车就得几个乘客 怎知临开车之際 一堆大陆团好像矮那样涌上车 情景好震撼 他们黑到呆了 他说他想他们上车足足溶了 四五分钟才上了 大陆人上车坐车比较热闹 说话的声量都好大声 而且情绪好兴奋好高涨 他亦都给了一条片给我们看的 我们看看片 影片看完 他说整架车都在保持着高分配很难顶 他说原来这个做法可能会有犯犯的行为 他说他小市民不知哪里投诉 就想靠网路的力量给多些人知道 和澳门的路比较窄巴士又少 如果下下迫爆的话 旅行团都搭巴士就真是不知市民可以 点上车了 至于犯法这个问题 首先就要是叫做证明到他们是旅行团 但如果好像昨天影片留言那些网友那样说 他说他们自己是一大帮朋友几十个的 全部戴上一样的帽子 你吹得他脏呢 你吹不到他脏的 他又没拼住期 其实这一点澳门执法亦都相当困难的 但是就变了用公共资源去赚他们的钱 如果他们是有澳门通的话 更加拿名 有没有可能可以申请到那么多张澳门通 给这些团友去赚呢 等他们走的时候再收回澳门通 如果这样想下的话 澳门政府都很厉害 资助了旅行团这些巴士 而其实你说旅行团坐巴士去到关口 再转发财巴 这一点真是赚到尽的 可能他们的团费亦都很低 可能叫做零团费 但是就做汤客团 这个部分其实政府有没有办法可以监管得到的呢 如果监管不到 以后他们个个个都这样用的话 对我们普通市民影响很大的 你想想 他们去完大山巴 走完不坐旅游巴 走去水坑尾 和你一起逼巴士 你想想多刺激 放工放学时间 只想想一下都真的觉得好逼劫了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先啦 那你们觉得这些全部戴上同一样帽的人 是不是整班朋友自己过来玩呢 下边留个言说下你们的想法我知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 拜拜